Airmog News 今天另外一宗想跟大家谈的新闻 就是渣打马拉松 叛马挑战组在近日 上星期六发出了一个赛事的搜索 提出叛马挑战组的时间 由三小时到两小时25分钟 另外加了两个check point check point 意思是如果你太慢 你去到那个check point 就会被人滴走 要上巴士回来终点 这件事我想是相当容易理解 和很容易分析 第一我想了解一下 这次主办方何时接到 国际填总的通知 填联的通知 就是需要因为有一个全马选手 投诉被叛马选手阻止 所以就要为全马选手开路 他们竟然接通知 其实渣打马拉松搞了十年八载 为什么到今时今日才有这些问题发生呢 另一方面来说 这一种做法 究竟是他们内部的一种讨论 还是国际填联那边给他们的一个指示 这几方面其实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只不过在昨天的记者会里面 我觉得就真的轻轻大过了 接到通知 所以就要临时改做法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就是 渣打马拉松 今年亦都因为 没有什么选手参加这个商残组 所以就决定取消了它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令人感觉 一个遗憾的地方 为什么呢 这个证明了就是说 香港的选手 其实基本上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兴趣再参加这个商残组别呢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究竟渣打马拉松搞得好不好呢 我想这一方面就更加值得大家想 我有去过一些外地的地方跑马拉松 香港确实是最孤单的马拉松 因为大部分的路段 其实都是只见到一些选手的背脊 你就跟着他们跑 沿途没有什么人跟你打招呼 或者跟你打气 就算有都好 都是一些大学 他们自己的一些组成的一些啦啦队 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好热情呢 我又不觉得 那基本上呢 其实你呢 你都是要由这个开赛的之后 在彌敦道有些人的 但最后呢 就要去回港岛了 差不多呢 去到呢 臨近冲旋之前那一公里左右 就是说你去回这个湾仔呢 去回这个的 入回这个的所谓的 down town 才会有些人跟你打气的 这一个呢 就跟我参加过的外地的马拉松 观想过不同的马拉松 有一个呢 绝对很大很大的分别 因为呢 马拉松呢 其实在外地呢 都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本身 每一个的持份者都会参与的运动来的 在芝加哥呢 我曾经呢 就一路跑呢 我都计住的 跑局的42公里里面呢 全程呢 其实呢 都有人跟你打气呀 揮手呀 聊天呀 给糖你吃呀 任何事都会发生的 那我在日本跑马拉松的情况都一样啦 那也都有饭团呀 有很多不同的饮品呀 给你选择 那当然 你说我去跑马拉松 是不是打算去吃和去喝东西呢 那这个当然不是啦 那但是 一回来说就是说 其实一种马拉松的热闹气氛呢 对于选手来说呢 亦都相当之那么重要 那所以这方面呢 其实我觉得呢 香港的宣传呢 或者呢 是究竟有没有做到 希望鼓动到全民参与这一样东西呢 那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呢 我在外国的马拉松呢 亦都呢 有一些的见闻呢 或者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例如呢 如果天气呢 去到二十一二度的话呢 其实呢 都已经有很多的 一些吹风机啦 吹一些的凉风呢 希望呢 令到呢 那些选手呢 可以呢 不要那么热 那但是呢 多年以来呢 就算呢 香港的天气怎么变化都好啊 啊 渣打马拉松的赛道上面呢 呢 从来都不见有一些呢 特别的器材啊 啊 或者一些的 equipment啊 可以帮到那些跑手的 反而呢 我觉得呢 真的辛苦了医疗辅助队啊 或者警方那方面呢 其实呢 不断去为那些跑手呢 去作出不同的服务啊 治疗啊等等 我觉得呢 其实渣打马拉松呢 在香港搞了那么多年啊 无论那个赛道呢 多么艰难都好啊 仍然有那么多呢 选手来参加 其实呢 这个呢 应该呢 就是主办商呢 都应该非常之感恩的 因为说到赛道上面 那个设计和安排呢 那个斜道呢 香港这条呢 绝对不是一条好跑的赛道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仍然有那么多人来参加捧场 其实 啊 香港的田种 或者这个渣打马拉松 本身是主办者 可不可以想一想 一些方法 回归回他们的心意 给参加者 和香港的市民呢 今天和大家谈到这儿